就在不久前 小编我还沉浸在墨语云间 吴景言和王新月的甜蜜互动中 幻想着这对新晋萤幕情侣的下一步发展 却突然被另一个名字打破了这份宁静 向寒之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吴景言和王新月两位演员 在最近的热播剧 墨语云间中的出色表现 让人为之倾倒 看得欲罢不能 在剧中 吴景言饰演的江黎不仅聪明绝顶 更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子倔强和坚韧 吴景言的表演生动而富有层次感 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 角色内心的变化和成长 而王新月则凭借其优雅的气质 和深情的眼神 成功塑造了一个风度翩翩 深情款款的贵公子形象 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火花四剑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剧中的两人的感情线跌宕起伏 赚足了观众的欢笑 而在剧外 他们的频繁互动 更是让CP粉们兴奋不已 各种同慌照 滑雪视频被疯狂传播 实在太酷了 然而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王新月恋情曝光了 而女方竟是爱蹭热度的她 这下评论彻底沦陷 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王新月凭借墨雨云间 快速走红 剧中的她不仅颜值在线 演技更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看到她和吴景岩同框时 感觉空气都甜了 不料两人的剧中CP被拆了 近日有媒体爆料 女明星向寒之与王新月正在热恋 微博风格一致 纹身一样 位置一样 本以为王新月会掉粉 会被骂 结果风平浪静 因为不少网友们 都跑去向寒之账号底下开骂 说她什么热度都爱蹭 每部热播剧都爱蹭 因此大家对向寒之炒作说法很反感 觉得她未红喜欢蹭热度 可见流量明星不适合谈恋爱 一旦恋爱跟结婚就容易掉粉 好感度减分 外星王新月那边已经声明这是假的 让许多原本沉寂在 他们甜蜜互动中的观众 送了一口气 可以继续安心的课堂 话说 为什么娱乐圈这么多男明星 都和向寒之传出过绯闻呢 令人匪夷所思 之前 星寒灿烂热播时 向寒之与吴磊的绯闻就已经传出过了 两人因合作古装剧 启航当风启时而结缘 剧中的默契配合 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然而比剧情更吸引人的 是两人在戏外的种种巧合 从同款手机壳到相似的卫衣 这些细微之处 似乎都在暗示着 两人之间的不寻常关系 尽管双方都未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但这段绯闻依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大家似乎已经默认 吴磊和向寒之谈过了 之后向寒之又与另一位新星邓维 传出了绯闻 这次两人是因共同出演古装新剧 仙台有数而结实 撒拍摄过程中 一段吻戏画面意外曝光 他俩看起来挺甜蜜 在这段吻戏曝光后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太甜了 这两人也太有CP感了 甚至有人开始猜测 向寒之和邓维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总之和向寒之有过绯闻的男星很多 真相不明 我还是相信小孩跟王兴月没谈 期待墨语云间后续剧情的发展 该加更了 况且说起墨语云间 兼具娱乐性和新鲜感的解压爽剧 往往能从同时期的再播剧中重出重围 受到大多数观众的欢迎 可谓开播即爆 在开播即登上2024新剧 开播首日播放量首位的同时 在优酷站内也成为2024年 开播首日热度最高的剧集 墨语云间开播即爆 与其爽剧的内核 有脱不开的关系 在当下爽剧 平出的影视行业中 这部古装剧将爽感作为表象 通过深刻的故事 利益撕下了破圈 爽感从何而来 在第一集过后 墨语云间更是几乎在每一集内 都设置了高强度的情节 这种快节奏叙事显然是墨语云间的一种 探索和创新 给观众带来了足够的新鲜感 从业内来看 在当下短剧市场繁荣的情况 长剧的叙事节奏和剧情密度 理应有所改善 以应对短评快热潮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 爽感同样来源于角色成长 和人物间的化学反应 就如同媒体的评价一样 相比于纯粹的打怪升级 墨语云间更执着于讲述成长的故事 男主也好 女主也好 任何一个角色有很多时刻 他们会面对至爱之人 至仇之人 在表面的情绪之下 每个人都有内在深度的复杂情感 有人格的发展 导演兼编剧马师哥这样公开表示 女主角的成长性显而易见 在剧情中薛芳飞通过观察灯笼的高度 为自己创造了回京的机会 被秦公子胁迫使 谎称是对方的同伙而脱险 通过示弱化解继母的陷害 引起父亲的愧疚 在这个过程中 薛芳飞从一开始依靠丈夫 到逐渐只依靠自己 人物性格也从最初的脆弱恐惧 转向坚韧勇敢 这种成长让剧情跳出了 纯粹的爽聚逻辑 给涅槃重生赋予了更直观的体现 除了主角外 墨语云间对于反派的刻画 也脱离了传统的形象 在已播出的剧集中 纪书然承担了恶毒继母的人物设定 然而演员对于反派的演绎 并没有让反派的行为动机 来源于单纯的争斗 而是来源于封建父权的压迫 让角色顺利从单薄的刻板印象中 跳脱出来 就如学者认为的墨语云间 在主题方面 深入批判了封建社会 对于女性的压迫 传达出女性自强独立的观念 也因此具有更夫妇的意愈 值得观众挖掘讨论 有了成长性的角色 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单薄 这也使得墨语云间 可以不用依靠男女主的感情线 推动剧情 而是依靠故事的内在逻辑 逐渐递进 这种叙事方式 反而让感情线的发展 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剧情不必为感情线让路 让故事情节更加流畅 而男女主之间 故事发展中的互相利用 又互相体谅 反而留出了暧昧空间 这种留白式拉扯 更能为观众提供爽感 不可否认的是 墨语云间在方方面面的微创新 恰好为爽剧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 这种对于受众感受的揣摩和复刻 最终体现为 对新鲜感和爽的打磨 将爽感拉到了剧集 能够呈现的最高限度 当然墨语云间能快速破圈 不止因为剧本情节的爽 更在于在真爽剧背后 对于人性的基本需求 复仇是墨语云间的主基调 同样也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 共有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一方面 报复来源于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 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文学 影视作品中 而这些复仇故事 大多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另一方面 世人爱看到恶人伏法 好人昭雪的反转 追求公平正义 惩恶扬善 是存在于人骨子里的本能 也是大众最朴素的期待 这也成为复仇题材 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原因 墨云间恰好抓住了这两个特质 主角在剧情中对善意 涌全相报 对恶意 以加倍奉还 为观众提供了替代性的满足 也成功让墨云间的热度 打破圈层 延伸到更多观众群体中 与此同时 在复仇的视角下 个体如何生存 同样切中了人性的需求 也是墨云间 要回答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 墨云间每个角色的困境 都能让观众看到 某个社会身份下的自己 墨云间编剧兼导演 马世歌表示 墨云间是一部古装剧 但创作的时候 希望其内核 可以穿透世界和空间 让更多观众有共鸣 当一个人遇到变故之后 要如何重新站起来 并且获得幸福 自己的世界一定要精彩 自己的内心一定要明亮 不要用糟糕去对付糟糕 我认为这是女主角 要传递的一种感觉 墨云间导演表示 这种能量 也正是当代观众需要的 虽然墨云间设定为架空的古代背景 但是无论是复仇题材 还是当代价值观 都证明着墨云间的内核 依然是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典型 而剧情走向 拍摄手法 情节设置等细节的打磨 更像是传统审美观念的当代表达 如此一来 喜欢复仇爽剧的未必平庸 喜欢古典文学的未必高雅 审美多样化 催生了更多题材和内容 也让文化艺术愈加繁荣 这位进屎主要是安全的 融顶